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6日 是11月中 很多的事情似乎开始是明朗化 我说是似乎 第一 疫苗是有了 不过好像我今天的文章所写 疫苗是有效分法 承移 那哪些疫苗可以有效呢 我是相信中国方面的疫苗是会有效的 它除了有效之外 还是一个有效分法 因为在美国分明的疫苗 他们用的方法 他们做的是 用一种方法去做事 他们需要用劳斯莱斯级的 运送程序 中国的疫苗是什么呢 中国的疫苗是采取用伊波拉病毒 那种的处理方法 大家所培植疫苗的时候的分法是不同的 中国方面的伊波拉病毒是怎么做呢 因为曾经中国疫苗是对付伊波拉病毒的时候 是在非洲的医疗环境是相对恶劣 也都可以有效分法的话 所以这一种疫苗出来也都可以有用 我的比喻就是说 美国方面的疫苗需要用劳斯莱斯车去派送 中国的疫苗就用14座位就搞定了 14座位还可以改的 拆了顶后就可以装牛 拆了座位就运猪也可以 所以你要看到那个flexibility是大了的话 疫苗的有效分法就会多了 现在西方已经有些传媒说 中国你应该要把你疫苗的 是很多的讯息 怎样培植疫苗的 你公布出来 其实你傻了你 反正我都做不够 做不够你又不会用我们中国疫苗的 又说什么又说什么 你无谓到时搞我们 那你都不用了 你又要我公布数据做什么 是很简单的 其实是为什麽 是透过传媒方面来说 去压迫中国 喂 麻烦你给你这些材料我抄你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的 所以 若然如果这样做的话 在美国疫苗是永远不可以普遍普及的话 不是说它不可以普及 有钱人可以有 有钱人可以有 穷佬很难有 于是美国方面的疫情是控制不到的 欧洲方面又将会怎样呢 如果有一天它会认为 它说OK 中国方面给你一些 我买一些给你 买一些给我 我买一些给它说 这样就OK了 反正在中国 东盟 和在非洲的地方 疫情都可以控制到 印度如何 那就是有一个很好的 巧妙的东西 那你的边境怎样呢 你找军队来取疫苗 要找军队来保护疫苗呢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巧妙的问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整个世界去到明年的时期之中 疫情是控制了你的经济发展 美国的经济还是会有问题 美国经济除了疫情会有控制问题 还有一个人叫特朗普 他是发烂炸的 那你现在看到他 发烂炸的程度是怎样呢 在这点呢 你会出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 他会留下了很多狗屎垃圾 给拜登的处理 第一 31间 中国公司 你是不是 放宽了它呢 如果放宽了它的话 它制裁 于是还说你不是亲中国 是不是 一去了上场之后 美国变了中国了 第二样东西 这个是特朗普 也都现在对这个伊朗进行 所有一切他可以用的 是总统行政命令 对它出现制裁 这个制裁的话 由到你拜登 你是不是到时取消制裁呢 取消制裁的话 你就会是这个是 你和那些恐怖分子 有所交往了 不过不要忘记得 特朗普是将东特权 取消 他说他再不是这个恐怖分子的 为什么要取消东特权 说他不是恐怖分子呢 因为东特权 在我们新疆面搞事嘛 他如果放宽它的话 那就让你去那里搞事嘛 现在你一不是恐怖分子的话 但是经济和以致武器 都会埋着鼻力 所以其次 特朗普炒了国防部长 其实 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以前有国防部长马提斯 曾经有传闻 他是想搞政变 军队要挟特朗普 叫他走人 所以 马提斯被炒了 这个传闻 未足以证实 新的国防部长 曾经有说过 你不要叫我胡乱用这个核弹 不要搞 所以他又临到拉尾 是特朗普炒了 炒完之后 那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特朗普是可以毫令三军 发动一个六十日的战争 这个总统权力 如果他真的打的话 打哪里呢 打完之后 将会怎样呢 这个又到拜登来又收场 所以 到时有很多样东西 特朗普更加讲 我不会要求是戴口罩 不会封城 但是 如果当整个欧洲都要封城 要戴口罩的话 他们已经开始政府方面 认识到 封城和戴口罩 是真正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 现在还有一些 死硬派衣服人士 他就说他不戴口罩 那当然不戴口罩啦 你都不会戴 你又戴错了 戴完之后又出眼 这样始终是没用的 戴完之后的始终 你又不是这个什么 不是这个有这个 有这个足够的社交距离 口罩的时候 你不要认为口罩那么简单 因为我有做口罩出去派给一些 这样的 是低下阶居 真真正的口罩方面的要求 是很多东西的 你看到很多些 不要看我这个口罩 是一个好像布口罩 那我告诉你 我有两种布 一个是纳米布 纳米布是做到防党病毒 第二 这个是作为了防悲没处理 防悲没处理是怎样的 你淋水下来 我们会满走的 所以不是一个普通的布口罩 那你现在 在外面的时候 你怎样做呢 你不是那么容易找得到 好了 在这点里面 再跟着 中国有你无你 我不理你怎样 我就 搞东盟十国签了一个这样的东西 东盟十国签了之后 始终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就是中国 在这里 它是找到 它有一个大的市场 已经 不需要一定去美国 不需要一定去欧洲 我这个这么大的市场 已经足够中国 雜誌吊着盐水先 经济就可以好了 在这点里面 美国 其实很早就知道这些问题的 所以奥巴马时期 它是搞一个TPP 那就是特朗普的时候 奥巴马的他就反对 如果拜登上场又将会怎样做呢 因为他当时是副总统 同时拜登是主理了外交事务 是三十几年 在美国里面 他在外交事务委员会里做了三十几年的事 所以他对外交事务是很熟悉的 同时他也做过了这么多年的副总统 也做了这么多年的所谓的参议员 他的政府人脈 是十分之通畅 很简单的 建设奥巴马时期的人员 这样就搞定了 他不跟特朗普 特朗普是一个商人进来 什么都不懂 我指的 政府机构 人脈 所以他为什么要换这么多人 但是去到拜登的时候 他不需要 他已经用了奥巴马团队 已经立刻可以 很快就顺利去做事 不过 问题在于 一 他现在真真正正 还未去到完全 是有到一个上方保健 未是很确认 只是说你 似乎是 未是在一个所谓正式方面 官方机构 即是说 选举委员会议会等等 他真的OK 若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会看到 无论怎样都好 拜登他如果一上场 真正可以上到场 现在 特朗普还要告来告去 告很多事情 如果真正上到场的话 他的行政的手法 可以很快去 因为 他真真正很快去 组织到一个团队出来 不过 这个团队就要处理 特朗普所留下来的 很多烂宅的烂摊子 这一点里面 对美国早期 在头几个月的施政 是真真正正产生困难的 这个将会怎样做呢 美国经济 等不等得到你这个 这样的执烂摊子时期呢 会不会你还在执烂摊子时 美国经济已经死了多些呢 疫情是将会去到1300万以至1600万人的时钟 你会怎样做呢 真是早说不要听 棺材都做不及了 若然是这样的话 美国的经济 怎样影响股市呢 我又很想大家看一看我今天 在经济部 是 Money Times那边闻 那里也有讲到 未来的几个月 市道若然如何 好了 讲完这么多之后呢 我们尽管现在看看 恒生指数 就是周善图的期指 在这里 始终还是在保利加通道的 上通俗 顶住 如果这个星期仍是顶住的话 大家就要考虑 会不会是这个的翻版 上了来 上了去 顶住 做什么 过几个星期 嘶 就下回来了 如果是这样 嘶 下回来了 这个 我上个星期都是这样提及过 有这样的 在日线图上 下回来了 今天就少少反弹 今天就少少反弹 不过 恐怕 这个是回光反照 看明天 九龙仓集团 九龙仓在周善图上上升了上来 到了保利加通道顶 这里是这样的 接着它有少少抗阔 在周善图上 这个很小微的抗阔 是需要留心的 好像这里 有小微的抗阔 就像现在来到你这个位 你不知道后面它会升到那么多 真当后来之后 事要未抗阔之后 它就继续抗阔 抗阔 它就会升了 若然是这样 来到那四个星期 九龙仓集团 是可能有机会上升的 日线图上面 你看得到 比较上面 是抗阔了很多 收窄收窄收窄 抗阔 它就开始上升 就算这个是 放大一点的涂 也是这样 因此 我会觉得 它是可以有机会 去到18.8 2到20元的 如果你已经有货的 继续持住 如果没有货的话 有货的话 你一定要看着 如果真的不惑意 它不再升到 跌穿了17.4 就需要去止赚了 至于 需不需要自己现在追进去呢 大家看看 因为只有1.2元 不知怎样好 汇丰 汇丰之前我在这里说过 它会上升 我只是说它估计 当时我在10月6日 估计它上升 是升到 35元 但是现在它比较 升多了 升多了好事 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好事 来的 这个升多了之前 我估计它涨到35元 突然之间 就夹了上去 裂口高开 去了上面那里 原因是为什么呢 当时有些好消息 刺激它 就是这么多 如果不是 就是35元 如果它跌穿了上去之后 它未到40元 那边 下回来的话 我估计 它可能 可能 是要再回市35元 补回这个裂口 才再上去 这个是日线图上 这个也是这样 35元是哪里 就是这条水平 才再补回上去 汇丰之后 接着我们看 腾讯 腾讯 我在这个是10月28号的时候 估计过 腾讯是可以升到630元 那 它再跟着 6月 10月6号去哪里 就是向我这些位 是吧 10月28号就是这些位 可以升到630元 最高去到633元 633元之后呢 我估计 暂时真真正正见到顶了 短期顶了 短期顶 所以将会有一个回落 回落的事 将来 要看紧 要看紧 就是整个的位置 它会不会 再回落 若然 如果它认为 它是真正找到顶的话 那我们需要怎样呢 如果它跌破了是595元的话 很少的 现在是596元 跌过半的话 那就会怎样呢 就需要考虑是获利离场 因为它可能还会再下跌多些位置 去到下跌 可能去572 以至去到 保力加通道的下足 是547都可能会有的 这是腾讯方面的 再接着就看941 941 之前我估计941会上升的 怎料说完之后 于是就会到这个 说要制裁 于是就跌了下来 跌了下来怎样呢 现在你看到它保力加通道的是 这个是 周线图的 是底位支持 这些底位支持 是以前都是这些水平左右的 那这个保力加通道的是 下通道的底组支持 是47.02 47.02 今天就是看到47.65 所以我现在觉得 没问题的 买货不需要那么心急 我们要怎样呢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它会不会跌下来这个位置 就算是 它不会那么快就会跌上去的 因此你买货的时之中 是要考虑一下 看不看起到这些位置 第一 起46.09 而是更加厚低一些 就是刚才说的 刚才看到周线图上面的 以前这个位置 占1.9 但占1.5 但是占1.5 都买了 如果在这些位置做 我又觉得这样 上次也都说过 你特朗普要抵制中鱼洞 你叫它不要投资 没问题的 中鱼洞是一只好的股票 一年是赚千多亿 一日赚三亿 你找一只股票可以一日赚三亿 那你叫它就不要这个去买 那就是你叫我们不要吃鲍鱼 不要吃花枪 如果我胆固醇很多的 我当然不吃 我胆固醇不够 我骨头有这个是 软骨胶原又不够 那你有鲍鱼有花枪 还要这么便宜的 难道我起40元不吃 要到100元才吃 所以在这点里面 如果它再跌下来 我是感觉到 中鱼洞是可以 作为一个比较长线的投资 以前中鱼洞一直都是 在48 至60元之间来移动 至于这点我亦都觉得它会这样 接着是安达 安达染蓝 弹了上去 弹了上去之后 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 追不追 追不追 一个问题就是 你猜它后面价格是多少 现在它是107元 我估计的后面价格可以去到 115 至120元 那你追不追 你如果要追的话 里面可能有13元 或者只可能 追完之后它马上返舰 都可以的 问题就是你要怎样看 你的止蚀位 你怎样部署 我个人觉得 如果 我估计的目标 是115 至120元 是OK的话 那我不如 现价就可以吸纳 这个日线图 现价就可以吸纳 去到哪里 我就很简单 止蚀在104 现在107 我止蚀在104 我用3元 那块银鸡 博助你上面 大约上十几元 博助你 如果 我自己觉得 酷实率能够有 一倍二的话 我觉得 可以考虑 然后 是阿里巴巴 11月5号 这个是周善和阿里巴巴 它会 我估计它应该下来 保利加通道的下族 大約是229 在11月5日 我認為阿里巴巴是一個反彈 之後就會再回下 現在你看到它的回下 其實很多人說 阿里巴巴是否因為螞蟻事件 因此股價而跌倒下來 當然不是 你要看看阿里巴巴在這個整個期間 它的表現是否稍順於騰訊 為何阿里巴巴會早過於騰訊 就要不肯升 其實內部人都知道甚麼原因 是我們不太知道的 現在沒有法治 回到後 我會覺得阿里巴巴是真真正正 會開始進行一個比較大的調整 我自己會看 它會真正去見到 225至239之間 在這點 大家如果有課朋友 你就想想 當然我亦都不會認為 阿里巴巴會從此一蹶不振 因為的確它是一定的盈利能力基礎 不過它以前的很多的Dream Price 相信是需要提供現實的價格 好 今天就到此為止 多謝大家